就在上周 民主党通过了一项名为 降低通胀法案的提议 本来这个方案秉承的是 一升一降一增方针 即通过升税收来降低财政赤字 通过降来降低医疗成本 通过增加补贴来鼓励新能源和新能源车的发展 但没成效 在此基础上 联邦政府还有一个大操作 把众多纳税人搞得是人心惶惶 在这次的降低通胀法案中的升税策略中 有一项决议格外刺眼 那就是将给国税局LS拨款800亿美元 这税还没征收过来 怎么就先花掉了800亿呢 这确定是想要降低通货膨胀吗 原来联邦政府是想用这笔钱来招兵买马 以人海战术加大力度来查大家的税 是否都交够了 根据法案 这800亿美元将在未来十年里 分散在美国国税局的四个不同领域 其中一半以上 约456亿美元将用于加强执把活动 包括征收欠税 提供法律支持 开展形式调查和提供数字资产监控 超过250亿美元将用于支持国税局的业务 包括支付租金 印刷 邮资和电信等费用 将近48亿美元 将用于LRS服务技术的现代化 比如开发电话回教服务 8月30亿美元将用于纳税人增助 申报和账户服务 可以看到 这次法案的核心 其实是要下雪本 调整美国的税制 让曾经那些漏掉的税给补回来 未来那些想要偷掉税的人 基本无处可通 既然如此 那这次法案到底会带给纳税人怎样的影响呢 哪些种类的人群受影响最大呢 早在今年5月份 政府问责局成交了一份报告给白宫 上面提到过去10年 美国国会局的审计数量大幅下降 富人的审计数量降幅最大 具体来说 2019年 收入在500万美元及以上的 美国人的审计率下降到约2% 而2010年为16% 由此来看 这次民主党是想要在富人身上砍油 站着把富人的钱给赚了 根据IRS的计划 他们表示正在努力改善这些数据 这其中就包括10年时间里 雇佣868,852名全职员工 韩浦东审计员 执法人员 客服人员等 来提升IRS办事效率和审查 及时和准确性 还有就是 将与工作运营 纳水人服务 技术服务 开发直接免费的电子文件系统等方面下手 从2020年到2031年 这些改进预计将带来2037亿美元的收入 此法案虽已通过 但是相关的质疑声似乎从未断过 比如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高级成员 爱尔达河州共和党参议员 迈克克拉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的同僚们都说 这种大规模的资金增加将使国税局能够打击百万富翁 亿万富翁和所谓的富有的偷税漏税者 但现实是 他们从国税局筹集的大部分资金将会来自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拿税人 尽管美国公税局局长查尔斯·雷蒂格表明 800亿美元的资金不会增加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家庭的审计 除此之外 共和党财务委员会的报告还指出 大量少申报的案件来自企业申报有误 或是其他收入衍生的活动 可能会有四分之三的执法行动 甚至会影响到年收入未打10万元的申报人 共和党人对此警报 纳税人们在未来10年 恐怕要不断面临国税局查账大军 当然也有其他分析师认为 开餐厅 从事医疗职业的工作支付者 恐怕将要沦为国税局首要目标 相较之下 超级富豪聘用会计和律师帮忙避税 但这些靠体力和时间赚钱的工作支付者 却无力这么做 民主党方面则称这并非其目的 他们希望国税局有足够的资源 简化诚实纳税人的报税程序 并追查高收入者的税 因为他们发现 部分人士每年欠缴国税局的税务 高达数千亿美元 为了表示他们只针对富人 正如上文提到 民主党甚至在提案中 白纸黑字的写下条款 大概意思 就是要劝阻国税局用这笔拨款 审查年收入不满40万元的美国人 对于纳税服务业的从业者们来说 他们大多目前还不清楚 这些法案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因为这是由政府层面来推动预算的方式 来迫使税务局做出改变 而最终税务局到底是怎么想的 恐怕只能看他们未来的行动方向了 不过小编非常认同 全国纳税人联盟总裁说的一番话 那就是国税局确实需要增加预算 但这笔预算应该用在公民纳税的源头教育 而非事后追讨欠税 作为全美最让人闻风丧胆的机构 IRS的未来十年 到底能不能给美国带来更好的税务环境和审计制度呢 保护到大批中产和低收入者 同时也要所谓的超级富豪 无漏洞可钻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